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酷 据明慧往6月6日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 又得知至少有7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其中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八家子镇 法轮功学员高淑芬被迫害至脑出血 半身不能动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葫芦岛连山区法院人员还到他家中非法开庭 非法判他一年6个月 监视居住6个月 根据不完全统计 5月份被非法判刑的学员中 有22人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迫害遍及中国大陆的20个省直辖市 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 一个月内冤判了12人 此外中共公钱法还敲诈勒索 法轮功学员的钱财 5月份共勒索现金41万5千元 中日钓鱼岛冲突再起 6月7日 四艘疑似携带大炮的中共海警船 进入有主权争议的东海钓鱼台 猎雨周遭水域 日本政府说 这是首次有中共海警船 携带疑似大炮的物体 进入钓鱼岛水域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 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没有立场说明中方此举的意图 但中共海警船侵入日本领土 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林方正说 日方已经透过外交管道提出强烈抗议 呼吁中方船舰迅速离开该地区 这四艘中共海警船滞留 一个多小时之后已经离开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三中全会将至中国多地的一把手主持 召开国安会议 强调要抓国安政治安全 特别是防范重大的突发事件 专家认为 中国社会犹如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锅 中共担心政权不保 因此召开国安会议强调维稳 6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韩骏 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名义召开会议 要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防范容易诱发政治问题 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苗头等 之前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也都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身份召开会议 要求维护政治安全等 为什么多省一把手 都以国安委主任的身份召开会议呢 拖延半年多的三中全会 将在7月初召开 至今没有迹象显示 这次全会将如何应对 难以化解的重大经济问题 以及党内复杂的内部矛盾 依然在向下走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倒闭潮 失业裁员潮席卷全国 中产阶级破产负债 底层民众生存艰难 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的情绪 恶性事件频繁发生 我们最近的社会恶性事件的频化 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中共的这种经济发展 不行带来的严重的这种社会危机 比如说山西太原出现了石林跳 还有各地的自杀人数在攀升 包括最近出现了 针对中共官员杀害事件 还有各地的参议的事件 也在不断地增加 特别是环地产 一蹶不振的问题 导致很多环地产灾民 前些年中共大力倡导的P2P平台暴雷 制造出3亿多经灾难民的问题尚未解决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暴雷 又制造出无数房地产灾民 加上公务员倩薪 匠心潮席卷全国 整个社会犹如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 而中共党会多年以来 频频公开表达对政权安全的担忧 早在2013年11月 中共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由习近平兼任主席 本月5日 各省也设有省委国安委 由各省党委书记兼任主任的消息 也首次曝光 事实上中共一直在强调政权安全 因为它的政权从来就没有合法过 那么这几年呢 由于它遭遇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危机 它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 国内外的各种矛盾越来越集中 那么这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到更加的惶苦不安 更加的力图苟延残喘 所以呢 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分析说 中共为了达到目的、偷换概念 把政党、独裁者的安全说成是国家安全 中国这个国家还是不存在安全不安静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去侵略中国 政权安全出问题的是 中共这个独裁的政党 以及习近平个人 由于这十几年统治倒行逆施 激起的各方面的矛盾 民怨太大 确确实实全中国全世代都想改变这个政权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呢 他们现在招务保障要时刻去防范 他要牢牢的、死死的控制的政权 赖建平说 中国经济衰退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各方反政府的情绪高涨 中共这条破船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 不排除有重大事件将要发生 他们事先获得了一些信息 掌握一些情报 所以提前加以防范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多地民众披露 身边人持续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 不少人白费住院 莫名其妙的死亡 也有山东民众披露 疫情高峰期 当地的殡仪馆火化尸体数量 每天暴增十倍 6月初 山东济南民众宋先生告诉新唐人 近期不少青壮年人猝死 山东烟台民众 李先生也透露 不少青壮年人莫名其妙猝死 但医生不提新冠 说是基础病 中共病毒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 由于中共谎称疫情可防可控 不会人传人 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世界 中共实施三年的疫情封控 导致次生灾难频繁上演 经济停滞不前 民间怨声载道 2022年12月7日 中共在无预警 无准备下 突然放开疫情管控 一时间 疫情雪崩式席卷中国 医院崩溃 病医馆施满为患 火葬场不堪重负 2023年2月 疫情减缓 之后 疫情一波又一波 从未停歇 但中共不允许民众提新冠 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新唐人 最新的这一波疫情出现感冒 咳嗽症状的人特别多 这次好像是大人动 症状有发烧的 咳嗽 这次咳嗽好长时间不好 咳嗽挺厉害 我接触几个咳嗽病 都一个多月了也不好 我本人现在得了也一个多月了 到了好几种药也不见效 尤其是晚上睡觉 一翻身一动 就咳嗽没完没了 王先生表示 医生说 现在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但不说是不是新冠 医院去几乎都是这样 医院里经常有人拿着签子 现在邻居有病入院了 都白费肺炎 我们邻居有好几个住院的 我们楼有一个老头 七十八岁住两次了 一次住十几天 我们现在实行的就是 十五天让你出院 不好你第二天再去 再重新办住院手机 各种检查项目再来一遍 就是为了赚钱 王先生说 现在医院想着法子从病人身上敛财 很多人生病住不起院 很严重的病人才送到医院 我周围住院的是不少 现在医生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 有的就是医生私下的跟你说 这就是新冠肺炎 感觉也是这么回事 以前没有过这种状况 新冠它也变肿了 好几年了它一直就不消停 王先生表示 体质弱的人反复感染 特别是打了新冠疫苗后接连死人 像我们在北京 大部分人都打过疫苗 你不打你门都出不去 不打不让你上班 不让你上学 超市不让你进去 商店不让你进去 连小区的门你都进不来 这几年闹新冠 打过疫苗 死了也不少人的 第二连三的死 尤其是放开以后 大批的死人 拉死人的殡葬车 马路有的事 死人一两个月都烧不了 都处理不了 什么都知道 2023年1月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始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同年8月 李大师再次警示 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 以及那些盲从中共 维护中共 为中共卖命的人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美国对台新军售 专家表示重要的里程碑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最新一波的对台军售 总价值3亿美元 包括F16战机的通用及专用航财零件以及相关设备 这是拜登政府第14度对台军售 美国五角大厦国防安全合作局在美东时间6月5日宣布 一项价值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正式进入知会国会程序 最快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这是拜登政府第14度对台军售 包括F16战机的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 及相关设备约2.2亿美元 以及非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 及相关设备约8000万美元 台湾外交部6号表示 已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 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 并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 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退役少将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东基认为 这是美国对台军售案上一个新的重要的里程碑 之所以重要性就是 我们知道中国所有的这些共机扰台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消耗台湾空军作战的妥善率 它长久以来希望用中国的空军数量上的优势 能够耗损台湾空军战力 还有空军的所有的相关零件 所以当美国可以透过PDA直接运送F-16战机的相关零件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在对中国提出强烈的警告 台湾资深媒体人军事评论员齐乐意表示 一般人都认为买军备要花很多钱 其实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后勤保障 你看我们台湾买的基本上都是美式的装备 这个零件的一定要在可齐的范围内都能够补充到位 这才行啊 要不然我们后面的训练没有办法训练 尤其是最近这阵子两个类形势比较紧绷 演训就更多了 哪一类的零件多就意味着 那个部分的主战平台的使用的频率就比较高了 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目前台湾的演训的情况 这次军售的零件主要是F16型机通用及官用航台零附件 故显F16在台湾演习中的重要地位 这在赖清德就职总统后 中共举行环台军演时也体现出来 台湾国防部事后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参加军演的共军歼16战机和轰16轰炸机 曾被台湾F16V型战机雷达标定 于宗基分析 美国提供F16的航财领附件 也凸显了台湾已经有了自主维修F16战机的能力 因为这些零件的提供代表了台湾已经在维修F16方面 所有的证照都已经获得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认证 所以相关的维护的技术能力设备台湾都具备了 那零件在抵达的话可以维修整个亚太地区 这个将大大的提升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 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未来的合作关系 那另外随着这些维修能量的提升 跟提供更多国家的战机维护 这个可以强化台湾的国防经济的这种效益 中共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之前5月23号、24号的军演区域环绕台湾门岛 并扩及台湾的外离岛附近 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 也再度表态说 美国不寻求台湾独立 但如果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美国事实上也不会不保卫台湾 不排除动用美国军力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被判刑4年6个月的湖北省大野市维权人士尹旭安 去年11月刑满获释后被限制人身自由 无法出门看病 之后又遭强迫失踪 至今已半年 仍然音讯全无 家人也无法联系他 不知他在哪里 尹旭安患有极高危高血压除非得到及时救治 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中国清建集团在沈阳城建的楼盘明清册 拖欠员工9个月工资 6月7日员工集体在小区门口拉洪府讨薪 湖南诸州维权人士唐玉春 6月4日被公安从工作地长沙市带走 行政拘留10天 但拘留具体原因不明 他的朋友怀疑可能是与长沙市当地的 六四纪念活动有关 3年前六四期间 唐玉春也曾被以寻衅滋事罪名行政拘留12天 河北管桃建楼盘麒麟腐蝶半位 逾期5年不能交房 6月7日 业主爬上楼顶维权 当局派出警察到场戒备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共面临的困境 他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蓬勃发展已经是吃人说梦 6月4号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刊登了稍早前 对拜登总统的专访 拜登表示非常不看好中国已经疲软的经济 形容移除在崩溃边缘 他还自问自答地说 这个经济体还怎么增长 蓬勃发展 别扯了 另外 拜登也特别提到了中国严重的老龄化危机和排外问题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表示 拜登的论断是中美战略对抗的一部分 表明白宫已有应对中国经济崩溃的方案 拜登总统的评论其实反映了我们国际社会也有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种悲观性的预测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经济挑战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然后社会保障的负担会增加 那这些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 2023年 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 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出生率也创历史新低 除老龄化外 孙国祥认为中共还面临一系列难题 如一蹶不振的经济支柱 房地产业 上个月中共推出最新救市措施 全面取消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降低最低首付比例 央行也将提供3000亿人民币贷款给国企 购买完工的未售屋 但据投行巴克莱估计 中国库存房规模达28万亿 央行提供的资金连2%都不到 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认为 这种挤压高式的举措难有成效 对于中共为何迟迟不能推出有利措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肯尼迪 通过实地走访总结了四种可能 下属有意过滤信息 中共党魁布置经济实情 难题太多 中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为意识形态和政权稳定宁愿牺牲经济 新三样优先 主导全球供应链的战略考量 孙国祥认为这四种情况 都可能是中共对提振经济 无所作为的原因 但目前地缘政治背景下 政权稳定考量占比权重更大 他如果用了 其实他之前在内部不断的批评 这个胡锦涛之前的这个拯救经济 所留下来的烂摊子 他现在正在收 那但是反过来 他如果不收这个烂摊子 就像我们说的 他就重回市场的运作模式 但是他必须要维护政权的稳定 跟政策的稳定 那他又不敢完全回到市场的经济 所以他就卡在总结 所以似乎有救 但是出手都是一半一半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则认为 中共的目标是要绝对控制经济 立场标准跟西方完全不同 现在他需要的是把这些经济 能够把握在手中 所以在把握过程中 他由民营经济转换成 可以控制经济中间肯定的损耗 这损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代价 他觉得财富在党的政府 国家手上是正确的 不是在老百姓手上 他并不认为他现在不懂得搞经济 为抵消房地产低迷的影响 北京加码发展新三样和推动出口 但这也引来各国 对中共低价轻销的指责和反击 早前中共公布一季度GDP 同比增长5.3% 不过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却下降至49.5%进入收缩 拜登上个月已经宣布将大幅提高一系列中国新三样进口 欧盟预计很快跟进加拿大也可能效仿 尽管中共一直在掩盖六四屠杀 但六四之后出生的中国人逐渐了解真相 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大陆的孟清丽说 我出生在六四屠杀两年后 小的时候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 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国家 以为共产党好 等到年龄稍长时 我翻阅过一些杂志 在一个回顾建国以来大世纪的板块中 看到轻描淡写的提到了一段 北京平息政治风波 当时也没太在意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得到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 才知道当年广场上死了人 在书中也第一次知道了 中共扶植的红色膏棉令人发指的罪行 和波尔布特这个可怕的名字 等到后来翻墙 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累累恶行 不过习近平上台出的几年 让我对中共产生了一些美好的幻想 但是经过疫情三年 已经目睹了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和社会上的种种负面事件 让我彻底意识到了中共 中共党魁和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我表示永久退出中共组织 大陆的魏四妹说 我是家族中最小的女儿 也是最后决定三退的女儿 看到现在的社会现实 我明白并相信神佛 我愿意退出中共团队 并希望有美好的未来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